台東縣立體育館進行優化改善工程 已經搭起鷹架再施工 不過卻碰上梁柱上宇燕的繁殖期 館方打造15座人工鳥屋 將幼鳥搬家 不過幼鳥卻面臨斷炊危機 小宇燕躺在箱子裡 鳥屋生氣 不僅外表銷售也有嚴重脫水狀況 搬家過後 鳥媽媽疑似找不到幼鳥 無法進行餵食 原本巢穴有兩百多隻幼鳥卻陸續死亡 剩下一百多隻幼鳥被迫搬家 宛如燕子板都根案 就有鳥類專家建議 相關工程最好避開三到九月的繁殖期 幼鳥們目前由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接手照料 後世也會辦理學校及體育場館 相關生態檢核以及研習課程 讓承辦人員對於工程生態議題 有更清楚認知 避免再次發生憾事 近新聞 彭宇舟 彭宇舟 蔡福報道 2位禁止 坦白 密集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